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一些日本传统的甜点 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 像这一类专门提供定时的餐饮店的话 一般来说一个人过来用餐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我今天就点了一份桃子的果实酒 然后今天的套餐的话我选择的是一份油炸碟鱼套餐 好了 现在菜上来了 日式套餐的话都比较注重菜的外观 它的这个碗都是五颜六色的 感觉跟他们店的装修风格非常的相似 这边都是一叠一叠的日本腌制的小菜 这份是今天的水饺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汤汁是番茄的 这份就是今天的主菜 油炸碟鱼 把碟鱼肉油炸之后 上面浇了一层非常可口的汤汁 盘子里面又摆了一些观感非常好的蔬菜 盘里的这些蔬菜基本上没有太浓郁的味道 可以蘸一下盘里面的汤汁 吃饭比较重口味的小伙伴 有可能会有些吃不太惯 老早就能够闻到这个油炸碟鱼的香味了 菜单上面也非常明确的说明了一下 它的这个碟鱼的骨头是已经油炸的非常的脆了 可以直接咬碎了吃下去 而且味道还非常的不错 我实际吃了一下 这个味道也确实如此 平时的话一般吃鱼的时候 刺都会比较的多 它已经帮你炸的这么碎了 吃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顾虑了 而且这个碟鱼肉本身的话 没有太大的腥味 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在吃炸猪排的感觉 这家店的目标人群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些 因为工作太忙 没有办法抽出大量的时间花在餐饮上面 但同时又对就餐的体验和氛围 有一定追求的朋友们 所以这一家店的装修风格就是那种 灯光打到每一个角落都清清楚楚 菜单上面的这个价格 每一个套餐基本上都是在1500日元前后 这个价格的话和集业家松屋相比 自然是要贵出一倍左右 但是又不至于太离谱 说着说着这个鱼已经是剩下最后一块了 这份就是他们家的番茄汤汁的水饺 这么炸裂的吃法估计也只能是在这里才能够体验的到 我个人感觉水饺还是纯粹一点 会比较的好一点吧 好 以上就是本期美食探店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